很多人死于疫情等灾难之中,我们该如何积极面对? 如何透过这些灾难唤醒自己的生命,彻底觉醒过来? 好,很多人死于疫情等灾难之中,我们该如何积极面对? 如何透过这些灾难来唤醒自己的生命,彻底醒过来? 首先,我们要了解就是,人体如果懂得顺天之道而为, 我们如果懂得保护好生态环境各种灾难,疫情就会大大的减少 所以我们要了解,这些疫情,这些灾难是在唤醒人类 人类因为伤害的大事,严重的破坏生态环境 这一两百年来,人类的所谓的工业发展,一直强调工业科技经济 结果很严重的破坏生态环境,导致整个生态失衡,森林与林大变积的消失,各种动物突然被人类的所谓的工业科技残害 所以整个世界的生态环境已经严重的失衡,当生态环境失去平衡的情况,各种灾害就会陆续爆发出来 所以我们要从这一次的疫情里面去得到启示,希望人类要能够静下来 所以这一次这个疫情就是要让世界各国里面都要暗笑暂停救 哪一个国家你不服气,你一直要往前冲,你没有静下来去反观深入体会的话 你看这个疫情它就会在这个国家,让它越来越严重的发振 所以我知道这个疫情,那个不是某个族群在操控,某个国家在操控,绝对不是这个 而是这是大自然在唤醒人类,也让人类了解,人类是有克星的,人类是有天敌的 人类不要狂妄无知的一直破坏生态,大自然 所以希望大家从这一次疫情按下暂停键 真的人类要静下来,好去反观,好去行施 我们哪方面把地球母亲伤害得很严重,我们要怎样来改善改进 买到这个视频 啊 这我还在这里 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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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이션